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我们张化县是一个唯一的有一个深海的一个码头 那过去啊因为张化县是个沙岸 所以移民要进出都要配合这个潮汐 那现在有一个张化鱼杆就不必了 随时都可以进进出出 对我们移民出海捕鱼 鱼货的收入都会有很大的一个帮助 我们要感谢张化县政府跟中央 不过这个款当这码头现在可以动作了 张化鱼杆这是一二十年来 我们所有移民的判断 虽然我们政府已经有变十几亿的经费 我们现在第一阶段的工期已经是时间 今天是算这标算大标的黄坡地的工程 张化鱼杆建制完成后 可便利交罚渔船进出 对于渔业的捕捞以及渔民的收入都有很大的帮助 渔港的南边规划新建风电运维码头 配合张化外海良好的风场 离岸风利开发厂商也都聚集在张化 未来将打造张化的离岸风电产业链 公益频道徐世昌陆港采访报道